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今天就有一宗相當震撼的消息 就是世貿組織裁定了 美國在2018年的時候 對中國的商品所加徵的2340億美元關稅 是違反國際貿易規則 中方對於這個裁決 當然就是表示歡迎 但是你有張良計 美國也有過場梯 原來特朗普一早就已經神機描算 將這個危機化解於模型之中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世貿組織由三名貿易專家 所組成的小組委員會裁定 說美國對中國商品所加徵的關稅 違反了其中一條的貿易規則 就是要求世貿成員國 必須要對組織裏面的貿易夥伴 徵收相同的關稅稅率 這個小組委員會就說 美國方面是沒有充分的理由說明 為何加徵關稅措施是合理的 所以就作出了這個裁決 中方的回應是怎樣的呢 他們就形容說世貿組織專家組的裁決 是客觀公正對此表示讚賞 中國商務部發言人就說到 說中方將美方的單邊主義 和貿易保護主義的創造法 訴諸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 是為了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需要 亦都彰顯了中方尊重世貿組織規則 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權威性的堅定決心 發言人還說 希望美方充分尊重專家組的裁決 採取實際行動 到底美國方面會否真的 如中國所願移除加徵的關稅 看來也很難 為何我們先看看美國的反應是怎樣的 特朗普說到說會關注這件事 並且表示美國會採取行動 因為世貿組織放任中國在做不公平的行為 到底特朗普口中的採取行動 是說甚麼行動呢 我相信是說要在世貿組織 這個仲裁機制裏提出上訴 待會我會解釋為甚麼 至於貿易代表萊特希澤身笨 他說世貿組織完全沒有能力 阻止中國不公平的貿易行為 這個小組委員會 無視了美方提交有關中國 竊取知識產權的大量證據 他認為美國必須要捍衛自身 免受不公平貿易行為的侵害 美國政府不會讓中國利用世貿組織 來佔美國工人、企業和農場主人的便宜 這個回應就夠強硬了 到底世貿組織現在作出的裁決 是否有約束力呢 有甚麼實際影響呢 我們就要講述世貿組織仲裁國際貿易 糾紛的機制是怎樣運作的 首先要有一個世貿組織的成員國 提出訴訟 就是說搞不定 有些不公平貿易的情況出現 第二步就是當世貿組織 正式收到成員國入職之後 就會成立一個專家委員會 例如今次有三名貿易專家組織 這個委員會就會對於成員國所提出的問題 作出調查 第三步就是目前這個階段 就是由專家委員會發表一份報告 作出一個初步的裁決 作出裁決 肯有人贏肯有人輸 敗數的一方可以依循仲裁機制提出上訴 第四步 如果敗數的一方是不服的話 就提出上訴 第五步 當這個上訴的機構收到敗數一方 提出上訴申請的時候 就會覆審初步的裁決 當覆審完成後有一個最終的結果 這個最終的裁決才對於雙方有約束 所以特朗普提到將會採取行動 我相信他口中所說的行動 無非就是要提出上訴 提出上訴就不代表一定贏 但我提到特朗普神機妙算 究竟是甚麼意思呢 就要講述這個 世貿組織裏頭的上訴機構 實情現在這個上訴機構 停擺了很久 為甚麼會停擺呢 這個上訴機構原身有七名法官任職 但自從特朗普在2016年上任以來 他就一直拒絕考慮 這個上訴機構法官的提名 於是法官的空缺一直未能填補 去到去年的時候 上訴機構仍然有三名法官 根據世貿組織的規定 這個法定下限只需要三名法官 就可以召開上訴的流程 但可惜的是甚麼呢 就是有其中兩名法官的任期 就在去年12月任滿 任滿完之後 這個上訴機構就只剩一名法官那麼大把 換言之 按照世貿組織的規定 這個上訴機構根本就不能召開上訴的流程 但如果被判初步裁決敗訴的成員國 他仍然有一個機會提出上訴 即是陷入了一個甚麼的境地呢 即是說這個上訴就永遠被卡住在這個上訴機構 因為根本上不夠法官去審 但那個上訴國家又可以提出上訴 你不夠法官審關他甚麼事 所以特朗普對於世貿組織的裁決 可以說是早已預備 當然有些人可以批評他 說特朗普這樣搞法 其實只是利用世貿組織的漏洞 但他這個行為本身 有沒有違反世貿組織的規定 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你只是吹他不張 拔他不長 更何況就是要講無賴 奸謀 賴貓 那麼大把國家在特朗普之上 所以這個世界是公道自在人心的 當然 現在這個世貿組織的上訴機構停擺 就等同於變相宣佈 在世貿組織內的仲裁國際貿易糾紛機制 是無效化的 因為根本上去到最後 去到第四步、第五步 根本上是行通的 好了 除了這件事之外 又對於中美貿易有甚麼實際影響呢 可以說影響不大 首先來講 這個中美第一階段的貿易協議 根據萊特希澤的說法 就是沒有影響的 為甚麼呢 他就說 因為這個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是包含了中國 做出了新的和可執行的承諾 故此 現在這個初步裁決 對於貿易協 根本上是無約束力的 好了 至於第二件事是甚麼呢 就是 中國本身也有對於美國的商品 加徵了一個報復性的關稅 如果按照世貿組織專家委員會的邏輯 其實大陸都有機會是違反了國際貿易規則 好了 至於美國會不會因為這個初步裁決 而索性退出世貿組織 因為特朗普的性格非常之光烈 一看到有甚麼不順眼 不對勁 不對勁 他就會索性不跟你玩 但我認為美國在現階段不會考慮這個選項 一來就已經臨近總統大選 無謂搞那麼多事 二來就是 因為根本上美國可以利用這個仲裁機制 來將這個上訴永遠卡住在這裏 所以既然他都有一個優勢在這裏 他還用甚麼退出 雖然有參議員 比如George Hawley 呼籲 美國要退出世貿組織 他就說到 很多證據都顯示 世貿組織已經過時僵化 總體上不利於美國 美國是需要退出的 並且帶頭將世貿組織廢除 我對於他針對世貿組織的批評 是沒有異議的 但美國會否退出世貿組織呢 我認為現階段來說 言之上早 至於另一位參議員 Wick Scott 批評 說中國從來沒有遵守世貿組織的規則 亦從來沒有遵守過任何達成的協議 另外他還提到 說世貿組織的決定 是與中國共產黨為伍 對他們不公平貿易的明確證據時而不見 是有一個國際組織 在中國共產黨面前畏縮的例證 但說來說去 對於世貿組織的初步裁決 有明顯不滿的 都只是集中於共和黨的參眾兩院議員 民主黨方面究竟是怎樣 是不是真的如拜登所說 一旦他是上台的話 就會撤銷移除對中國所加徵的關稅 真是要拭目以待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